大家好,欢迎来到好股团,我是团长,今天团长跟大家分享 房子又卖爆了吗?这才是房地产的真相 因为最近很多粉丝呢,咨询团长关于今年买房的问题 所以团长呢,在这边呢,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我们知道最近呢,深圳的房子又刷屏了 十几套四千多万级别的豪宅,八秒钟抢光 刷屏了各大自媒体 纷纷表示房子又要涨价了,对吧 中介们又向你推荐起房子来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主要城市的成交数据 首先我们看深圳的情况 总的来说呢,深圳的房子成交明显活跃了很多 我们根据深圳市住建局的这个数据啊 三月份往前呢,四千两百多套 环比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五十三 住宅呢,三千一百套 环比增长百分之二百七十九 比起惨淡的二月份是大幅度的回升 这是深圳的情况 那我们再看北京上海广州的情况 除了深圳呢,其他一线城市也展现了楼市交易量的快速复苏 比如上海,三月份新房的成交量大约三千套 环比上升了百分之二百一十七 广州北京的情况呢,也一样 虽然没有恢复到去年的成交量 但是呢,它也达到了这个去年的七成左右 广州呢,四月前两周成交了三千五百多套 去年同期是五千两百套 因为呢,最近广州呢,它是疫情境外输出的一个急区地 情况呢,是四个一线城市中最差的 所以也可能带来房子成交的第一名 那说到北京呢,北京四月份新房的成交 前两周的三千六百套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八成左右 所以总体来讲呢,三月份相当于二月份 基本为零的成交呢,有了大幅度的这种复苏 这是目前的一线城市的情况 但是呢,总体的情况呢,还是不如去年 肯定不是暴涨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广州 并没有达去年的这个八成七成左右 所以暴涨是没有的,只是有复苏 这种快速的一个复苏呢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过年期间购房的需求被压制了 因为我们知道疫情就是在过年期间发生了 所以大部分人过年是没法去买房子的 而中国人呢,购房需求啊 集中点大部分又是在过年的期间 它是一个节点 所以二月份的购买力被释放了出来 所以在二月份购买力被释放出来的情况下 再加上三月份本身的购买 其实它还是没有达到去年的同期水平 所以你怎么能说这种是暴涨呢 对吧 所以这个是要按事实说话 而且呢 在这种复苏中呢 房地产市场呢 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 一个呢是不同的房型 比如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中 次行房和学期房成交大幅反弹 但相比之下 非学区房老旧小区房成交量反弹力度有限 第二呢是不同区域 比如深圳 它的宝中宝城前海 这个片区呢 环比涨幅大于百分之二 但是其他的这种片区 甚至微涨 甚至基本没涨 所以它的差异化是比较大的 所以中介呢 它最常见的忽悠是什么呢 就是拿一个热卖的楼牌来忽悠你 对吧 这个地方卖得好 所以你赶紧买啊 不买就要涨到天上去了 那如果你想不交智商税 最好的还是要做足功课 因为人生呢 最大的支出就是房子 如果连这个你都不做空课 那你吃了亏又能怪谁呢 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 上了新闻 上自媒体的房子 要么就是豪宅 要么就是位置非常好 学区房等等 那种热门的房子 这种房子呢 在任何区域 说到底呢 都是抢手货 所以他们的一些暴涨也好 活跃也好 它代表不了房子的整体情况 因为那种几十套的豪宅 它不是给普通人去买 对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那仅仅是个广告 所以热卖的东西 跟大部分人没有关系 如果你被它所引导 那肯定会吃亏 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这是目前的这个成交情况 那我们再看一下 全国的情况 全国房子的需求呢 跟很多东西相关啊 比如房价的预期 对收入上涨的预期 信赖政策等等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你如果出现了降薪失业 那需求肯定是要下滑的 因为房子是最大的支出 很多人都需要去房贷的 如果你的预期收入不稳定了 那你买房计划肯定会延迟 这个目前呢 已经有一些迹象 我查到全国前30名城市呢 4月份前两周的成交情况 总共成交了4.6万套 去年同期是5.9万套 只有去年的77% 这个就是目前的需求情况 你要知道 这是全国前30名大宗城市的成交 要是放在更小的城市 数据还要更差 就在需求上呢 其实已经落花了 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么我们再看供给 对吧 价格说到底就是由需求跟供给 组成的 对吧 供大于求 价格不会涨的 对吧 受到疫情的影响呢 很多人讲 房地产的行业的供给会变少 对啊 因为工地不能开工啊 房子不能建了 那供应就上不来了嘛 房子就会少 那么房地产的行业的供给真的会变少 那我们要了解到一点 我们只要知道 今年能卖的房子 它取决于过去一到两年新开工的房子 也就是今年建的房子不是今年卖的 今年开工的房子今年是卖不了的 对吧 你收入住还没建出来的 对吧 样板房还没出来的 你卖什么呢 是吧 虽然很多人买的是7房 但是 你不能土地就拿着空白的土地来卖吧 所以呢 大量的房子 去年建的或者前年建的 进了来卖 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开发销售的过程 那我们就要知道 从15年呢 搞涨价去库存以来 过去几年的新开发量 是连年攀升的 去年呢 更是到了非常高的程度 这是下图 大家可以看到 16171819 19年呢 更是达到了十五千里的最高峰 这边是对吧 21万万 21亿平方米 对吧 19年18年 都是创出了历史记录的 所以过去的两年呢 房子的开发程度啊 开发量都是巨大的 所以在到今年到明年 这供给量会很大 所以在供给上 我们不需要担心 说房子会缺 因为根本不缺 但是反而我们的需求受的影响 谈到这个供给啊 我们就拿广东省来举个例子 19年呢 广东省呢 全年房地产投资额是全国第一的 毕竟广东省常年 是全国GDP第一的经济大省 同时呢 广东省 尤其是深圳 在不断地推动 城镇化的进程 那么现在呢 疫情呢 搞得财政没钱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要去搞城镇化 要去搞 棚户去改造 要去搞拆迁 这都需要财政大量的支出 但知道疫情 搞得税收工厂 对吧 等等 都出现了问题 那财政肯定是紧张的 那么地方政府呢 就有特别大的动力 来卖地 增加收入 那房子 你首先要有土地啊 那么地开出来了 楼盘也接着开出来 供给呢 也就上来 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湖北省武汉 疫情的中心地域 4月22号的新闻 一天内 百亿土地成交 在武汉这样的地方 土地拍卖的乐度人在 十中处地 均成交 难经过百 放到全国来看 大宗城市 都是这样子 因为疫情呢 给财政带来的紧张程度 逼得地方政府 需要去加大 卖地的力度 以保证呢 财政的收入 所以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呢 这个土地的供给问题 房子的供给问题 这个供给不会存在问题 所以讲完这些呢 总的来说呢 根据现在的经济形势 我们能看到的是 今年房地产的供给 它是要上来的 地方政府呢 有极强的动力 卖地补充财政 但是居民的买房需求 却没有去年好 所以我们要看到 地产中介 房子涨的时候 叫你赶紧上车 房子跌的时候 叫你赶紧抄底 那个是有立场的 它站在它的角度 所以我们得实打实地 分析和理解 要不你还不如去 猜大小去买卖 你必须得明白 目前房地产市场的 真正的情况 那至于各位 是不是买 是不是去投资 对吧 不同的城市 有不同的考虑 不同城市 不同的区域 又有不同的考虑 但总的来讲呢 刚需呢 在这一两年 是买入的机会 如果你去投资 那我想 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机会呢 很少很少 不建议大家 在房地产上面 做过多的投资 用 农创地产 孙宏斌的话讲 你买农创的房子 你不如去买农创的股票 对吧 农创的股票 一确从他讲完那句话之后呢 涨了一两倍 这是他去年前年讲的 这是最简单的验证 好 本期视频呢 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 关注豪谷团 我是团长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